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 华严经200问第82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自在 菩萨摩赫萨的自在 跟一般人所谓的 随心所欲任意妄为 有所不同 菩萨的自在有十种 第五 菩萨有受身自在 于一切世界视线受身固 这个受身这两个字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下一生你会在哪里 你要往哪里去 那很多人就想到 如果有来生 我希望还可以再当人 在哪里当人 或者是我不要当人 我希望到天上去享乐 我希望到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 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佛的人呢 那可能未来的选项 就是三途恶道 或者是三善道 始终摆脱不了六道轮回 那这六道轮回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如是因 如是缘 所以得到如是果 在这个因缘果报的循环 很多人他因为不了解其因 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当要结束这一生 要到下一生的时候 总是产生一种很多的无名 与彷徨 甚至于心里面 会陷入惊慌恐怖 那有些人呢 他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可是呢 他就故作潇洒 觉得啊 没关系 我都随缘 我也不怕 事实上是真的不怕吗 有可能是因为无知 或者是硬要装出自己不害怕的样子 故作潇洒 菩萨要面对生死的时候 他要得到一份自在 一定是看透了生死的秘密 我们常常啊 学习佛法 常常讲 要看破生死 要能够得到大自在 可是嘴巴呢 说要放下 我们自己看这一生 常常啊 就是结了很多的恩怨情仇 如果 我们没有真正的看透这些事情 恐怕你只是以为 自己真正得到了自在 事实上 等到紧要关头 我们却又手忙脚乱 所以佛法里面呢 教我们啊 菩萨的 对于生命的关照呢 有两种态度 这两种态度 第一个 就是知道 他的因缘 所以 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一生 随着两种力量而来 第一 我们会来脱胎 就是两种 就是两种原因 一个是来报恩的 一个是来报仇的 没有因缘 你不会碰到彼此 只是我们 面对的这些恩恩怨怨 我们始终 看不透的是 我又没有怎么样 我又没有怎么样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我们始终都要去追溯 到底过去的因缘是什么 现在又是如此 未来又会如何 所以在这个长久的 纠缠当中呢 每一个人 都变得不得自在 不管是爱也好 恨也罢 我们都没有看清楚 这一切都是一个 因缘和合的假象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更清楚的去认清楚 他的这个因缘 那你就可以知道 有第二种选项 第二种选项 叫做随愿受身 我们来投身 如果你真的知道 你的内心当中 有一个不坏的 不变的菩提妙明真心 你就可以很自在的 在一切的世界当中 视线受身 那但是要看透这件事情呢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智慧 在《心经》里面讲 菩萨能够观自在 是因为他有般若波罗蜜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一切事件 都是因缘和合的假象 那什么才是真实的 在唐朝啊 有一个李元将军 他过去家里面 在安始之乱的时候啊 遭逢变故 所以呢 他本来呢 要学习 要继续在官宦 仕途继续求发展 可是他的父亲 乃至于他的这些亲族 经历安始之乱 而罹难 他就看破了 看破之后呢 他把他自己的家宅啊 捐出来 变成寺庙 就在这个寺庙里面啊 就开始安住修行 其中 寺庙的住持 跟他非常的要好 就是原则和尚 两个人常常呢 谈天说地 都是在讨论佛法 而且观念很一致 因此变成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一生一俗 有一天 两位相约 要去峨眉山草山 但是两个人呢 要去峨眉山啊 一个想要走陆路 一个想要走水路 要到峨眉山的路上 这个李元呢 希望走水路 因为他不想要再 遇到过去 在这个官场上的 这些旧事 他觉得这些都好累哦 所以他不希望呢 又再跟任何人 有所接触 可是原则和尚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一直啊 说我们要走陆路 我们不要走水路 两个人僵持不下 最后呢 当然原则和尚啊 就顺着 李元的意见跟坚持 他们就达成一致 开始坐船南下 这个船呢 走到半途 原则和尚 叹了一口气 他说啊 该来的还是要来了 李元觉得很奇怪啊 师父你为什么要这样叹气呢 发生了什么事 原则和尚就跟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岸上的妇人 这个妇人啊 大富翩翩 你要知道啊 我就是在躲她 这个妇人 已经怀孕三年了 始终都没有办法生 孩子都生不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腹中的那个胎儿啊 其实就是我 可是因为我一直逃避 不去当他的孩子 所以没有了这个缘 因此他三年了 都还没有办法生啊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 也很奇怪的现象 但是原则和尚啊 他就讲啊 今天呢 就是没有办法了 这就是我的因缘 那既然如此 就接受了 接受了之后呢 他请李元为他证明 为他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就是在他往生之后呢 为他诵经持咒 第二件事情 希望他可以 去跟这个孩子的母亲 三天之后去告诉他 这个孩子跟他聊的缘是什么 所以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原则和尚啊 就马上腿一盘 然后就做托利王 往生了 在离命中前 原则和尚就告诉李元 十三年后 如果我们有缘 我们会在杭州 天族寺外 再次的见面 那结果呢 这李元啊 听到了这件事情 然后看到了 原则和尚真的 就走了 他非常的懊恼 可是已经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只好忍痛 忍着悲伤 就把原则和尚的后事 给料理了 三年后呢 他去见这个母亲 结果这小孩子啊 真的生下来了 而且看到李元呢 还跟他冲着他笑 他跟这个母亲呢 讲述的这个姻缘 然后就安慰这个母亲 他说这个和尚啊 来跟你投胎 做母子 这个姻缘呢 聊了就聊了 你不要太难过 孩子不会 一直都是在的 那果然呢 过了没有多久 这小孩子就走了 往生了 十三年后呢 这个李元呢 一约就来到了 杭州的天主寺外 他在等 到底谁会来见他 远远的 就看到了一个木童 吹着笛子 坐在牛背上 缓缓地走过来 看到了李元 木童啊 就跟他说 你来啦 这是礼工嘛 那李元就很高兴啊 他说师父啊 是你嘛 这个木童呢 也没说什么 他说呢 有缘啊 自然会相见 如果从此之后 你不修行 我修行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如果我们将来 还要在菩提道上 继续见面呢 那我们就 共同修行 最后呢 木童啊 讲了几句话之后 就离开了 林行的时候呢 念了一首诗 三生时上 旧金魂 赏月 迎风 莫 虚论 残跪 情人 愿相仿 此生 虽亦 幸 长存 三生时 的故事啊 就是这个 李源跟 源泽和尚的故事 中间经历了 三生三世 有一部电视剧 非常的有名 也是跟三生三世 这个三生时 有关系 但是我们自己 想想看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 三生三世啊 过去生 现在生 未来生 这个三生 代表的是 长久的轮回 如果我们 好奇于自己的 前世今生 它到底 给我们什么样子的 教育跟启发 或者是 它只是 要拿来 附庸风 在赏月 迎风 的时候呢 讲了一些 沧桑的 爱情的 乃至于 这一些 可歌可泣的故事吗 应该不是 所以呢 它讲 赏月 迎风 莫要论 生死这件事情 它不是只是 谈谈 它是一个现实 它也是一种 学习 所以呢 李源所遇到的 这一件事情啊 让他心里面 很惭愧 可能因为 他的疏忽 因为他的坚持 因为他的无知 而导致了 原则和尚的 原疾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继续讲 惭愧情人 远相仿 有情之人 终是会相遇 你心里面 有所愧疚 有所懊恼 他都无济于世的 唯有我们真正 看清楚 这中间的 因缘纠葛 你才有办法 跳脱 所以最后一句呢 就讲到 面对三生三世的 重点 叫做 此生虽易 性长存 虽然我们 每一生的 面貌都不同 我们的 因缘都不同 或为 彼此 为父为子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亲戚 乃至于仇人 没有缘分 不会见面 见面的时候 彼此 并不认识 因为已经 改头换面了 但是虽然呢 身体不一样了 相貌不一样了 环境不一样了 甚至于 所有的 这些生活的 这个状态 都不同 可是呢 本心本性 不随着 时空的迁移 而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 在这个 生灭的现象当中 可以 悟到 不生 不灭的 这一面心 那你就会找到 生死的秘密 生死自在 最重要的秘密 就在 你自己内心 不生 不灭的 这个菩提心 那这是 非常殊胜的 一个认识 也是非常 特别的 一个休息方式 当我们 真的了解 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 受生自在 勇家正道歌里面 讲到一句话 常独行 常独步 达者 同游 涅槃路 如果你通达了 在这个生命流转的 过程当中 你不再是孤独的 但是你是独立的 很多人 因为他必须 要借由 某一种因缘 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 所以他害怕孤独 可是在生命的流传过程 人终不免 生离死别 我们面对 生离死别 因为孤独 而害怕 其实是因为 对于生死这件事情 你没有看清楚 所以 有家大师讲 通达的人 其实我们是有伴侣的 什么伴侣 大家同有灭盘之路 大家都在解脱 大家都在自在 因此 你就可以在一切世界 视线受神 这是菩萨非常特别的一种修行 菩萨是团队的 而且这一条路 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个方向 因此 他就会变成一个群组 甚至于 各自 都在不同的因缘当中 一直创造新的因缘 所以 谁愿而受生 哪里需要我们 我们就往哪里去 所以他再不再局限在 我一定要在我熟悉的环境 我一定要在某一个时空 或者是我一定要跟某一个人相伴一生又一生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菩萨的自在 来自于他的智慧 所以这是受生自在 那这个自在要从哪里来呢 就是第六 叫做解自在 于一切世界见佛充满故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世间不管去哪里 碰到什么人 都是佛 因为人人皆有佛性 众生皆能成佛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件事情 你就不会啊 一定要跟谁相守 一定要找到谁报仇 因为 所有来到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因缘 无因不来啊 那所有的人来来做什么 其实他就是来告诉我们 人人皆是你的佛心 理体的展现 这件事情很难了解 因为我们总是啊 从自己的好恶之心 来分类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 今年真的是流年不顺啊 我怎么都犯想人 那有些人说 哎呀 我真的很有福报啊 常常呢 都会遇到 这个 博乐 他很了解我 所以有些人呢 他对于身边的这些解读啊 他会因为不同的因缘 而产生患得患失 产生心里面的快乐 期待 或者是悲伤 失望 那事实上呢 我们如果真的了解佛法的话 你会接受所有的因缘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人人皆有佛性 那既然如此 你了解一切的众生 他都有佛性 那是不是就是每天你碰到任何人 都跟碰到佛一样 非常的殊胜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理解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于一切世界见佛充满 到处都是诸上善人 那有了这样子的解 你就可以啊 真正的透达 依着愿力 而随欲 随时 于诸差中成正觉 所以随着你的欲 那这个欲呢 如果没有愿的支持啊 常常我很想啊 可是呢 做任何事情 一定都会有考验 一定会有瓶颈 那没有愿的时候呢 你的欲啊 只是暂时 甚至于经不起任何的考验 遇到的阻碍 你就很容易放弃 所以愿力有多大 它就会超越你的阻碍 所以任何的烦恼 任何的境界出现 一定要告诉自己啊 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突破它 只有不断的发愿 那如果我们放弃了呢 其实只是告诉我们 不是这个境界有多严重 而是因为你没有发愿 所以这个阻碍现前 烦恼现前 甚至于诸多的不顺 它只是凸显出 你的愿力不够啊 那因此呢 我们要真正的学习 佛教我们的方法 修行一开始 要先发愿 发了愿 不会发 那就先模仿 跟佛陀一样 佛陀教我们 要发四弘式愿 我们就每天 就在佛前念久了 他就会加强我们的心 加强我们的愿 那以自己的心 来跟佛的心相连接 慢慢的呢 你的心啊 自己的本愿就会现前 那我们最终的本愿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希望自己可以成正等正觉 所以这个叫做 随遇随时 与诸差中成正觉 也希望大众呢 我们一起来共同发愿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的愿是什么 那我们拿起华严经 在这个送念的过程 你看到这些菩萨 每一个菩萨 每一尊菩萨 他都有他的愿 我们念着念着呢 你会开始啊 会启发自己 跟素世以来的自己的愿力 会相感应 所以也希望呢 大众我们今天呢 学习了菩萨的发心 菩萨的自在 可以真正的 有愿必成 一愿讨行 随愿往生 这样子就是我们 这一生的最大的福报 以及最大的功德 那我们看到了 这样子的事情 对生死就没有害怕 因为我们很清楚 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也预祝各位 我们大众呢 一起共同来发愿 同愿同行 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